哈喽大家好,我是几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之作 全世界只剩下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在未来世界,科学家研究出来一种新型病毒 这种病毒可以完美治愈癌症 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政客 令人类没有想到的是 能够治愈癌症的病毒比癌症更可怕 很快在全世界引起变异 男主大毛负责一座城市的病毒研究 但是并没有阻止得了扩散 总统不得不下令全面封锁这座城市 只有被机器检测没有问题的人才能离开 大毛在军队的护送之下 要送走自己的妻女 自己要和一条狗单独留下来研究解药 就在飞机刚刚起飞不久 被一架失控的飞机撞毁 妻女就这样意外丧命 转眼来了三年之后 此时的城市已然成为废墟 安静的令人感到害怕 虽然高楼耸立 却没有一丝丝生机 这种状况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样 在灾难爆发的那一刻 世界上90%的人直接被病毒杀死 剩下的9%成为一种怪物 皮肤接触的阳光会被灼伤 心跳很快 动作敏捷 没有感情 具有很高攻击性的变异生物 只有机少部分自身携带抗体的人活了下来 在这座空无的城市 大毛和爱犬铁袋相依为命活了三年 因为大毛有过当兵的生涯 所以现在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避免崩溃 现在整座城市都是大毛一个人 他可以尽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开着豪车在城市狂奔 站在战斗机上打高二夫 偶尔也会带着铁袋在城市打个猎 其他生物也会时不时的出现在城市的角落 为这座死城添加那么仅存的生气 大毛在晚上回家会消除自己的气味 关上加固的铁门铁窗 和自己的爱犬躲在浴缸中睡觉 晚上的城市不再属于大毛 而是属于怪物的世界 怪物们会在夜晚进行捕猎 大毛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依然坚持在研究解药 外面的怪物只是被感染 他认为可以用解药救活它们 于是在地下室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这一天他发现其中一只实验体变得稳定 不再具有攻击性 看到希望的他决定进行活体实验 尽管大毛在这座城市独自生活了三年 不过他每天都会到固定地点发送广播 寻找这座城市的幸存者 然而并没有人回复他 在一次巡逻中 铁蛋紧追着猎物跑进了一栋大楼 在极度恐惧之下 大毛还是冲了进去救下铁蛋 同时也发现这里藏着怪物 正巧他需要一个活体来做实验 于是便做了一个陷阱 成功捉到一只雌性怪物 此时从黑暗中抽出另外一只怪物 冲着大毛大声怒吼 从他的眼神中可以感受到无比的愤怒 紧接着大毛给怪物注射了药物 然而对怪物并没有什么效果 此实验再次失败 在大毛第二天出门时 居然发现自己放在商店的模特 现在出现在外面 这令他的精神差点崩溃 对着模特疯狂输出 然而这都是怪物的圈套 大毛在查看的时候被吊了起来 等再次醒来时 天已经变黑 还不小心在割绳子的时候伤到自己 他只能拖着受伤的腿往汽车方向移动 自己和黑暗只有一道阳光阻隔 上一次的怪物带着猎狗出现 在阳光消失的那一刻 大战随即展开 在这一战中 铁蛋为了保护大毛被咬伤 尽管带着铁蛋回家注射了解药 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有效作用 大毛在最后不得不在怀中勒死了铁蛋 这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打击 开着车要去和怪物同归于尽 之前的怪物是其中的老大 在他的指挥之下 怪物们掀翻了大毛的车 就在以为要被吃掉时 一道紫外光线出现 吓跑了周围的怪物 救下了大毛的人就是城市中的幸存者 小芳和他的儿子 他们听到大毛的广播后 找到了这里 顺便救下了大毛 小芳告诉大毛 他希望大毛跟他一起去寻往安全基地 但大毛并不相信什么安全基地 在他看来 解药才是最终的关键 两个人争吵之时 外面传来了怪物的声音 怪物们跟踪小芳找到了藏身所 并且在怪物老大的指挥之下 怪物们有部署地进行攻击 大毛的防御一层一层被攻破 不得不躲在地下室 大毛在最后关头告诉他们 他可以解救他们 重新让他们变成人类 令大毛没有想到的是 怪物们也是有感情的生物 老大在玻璃上画出了一个蝴蝶图案 和自己抓的怪物背后图案一样 大毛抓的怪物碰巧就是老大的女儿 这也解释了老大为什么紧追大毛不放 面对如此愤怒的老大 大毛发现自己之前的观点都错了 怪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物 于是放走了他的女儿 父女两个见面之后非常亲密 然后带着怪物离开了这里 或许大毛所坚持的观点是错误的 变异的人类可能成为了另一个物种 一个有情感的物种 他们有自己的社会 自己的家庭强行把怪物变成人类是徒劳的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物种 在电影的最后 大毛露出久违的笑容 带着小房去寻找其他幸存者 电影结束 本片其实有两个结局 我更倾向于这种结局 这种更具有人性化 更具有希望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劳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